好,接下来我们看2022年的 观蛋中华数学的预示 Paper 2的部分 以致A43-212 求A的逆去证 逆去证的做法呢 3乘2得到6 减去-2乘1 所以是加2 外面是有一个1% 里面的话呢 3跟2对调 负2 5一个负给他变2 1五一个负给他变成负1 然后呢 记得乘定据了 循例的乘定据 得到1分之1 1分之1 负1分之1 3分之3 好,很好 过后呢 这个要减方证试 你把这个呢 换成我们的matrix写法 就是3-2 1-2 XY 5-1 然后呢 把这个逆去证呢 放过去 我建议你不要放这一个步骤进来 我好像有跟大家讲 你放前一个步骤进来 好 所以你的八分之一呢 10斜再乘 你乘这个2-1 负1-3 还有这个5-1 你就会得到整数了 5-2 10 减2 负5 减3 然后呢 你就会得到 上面是1 下面是负8 上面是负8 下面是负8 再乘1% 你就会得到1根除1 这比较容易做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技巧 虽然它的A的逆去证啊 你的八分之一要沉进去 但是呢 你的这个步骤呢 你又可以把那个八分之一再抽回出来 OK 所以这个是它的 一般上我们会这样子来做 第二题 一致我们有三条边 这三条边是4 5跟8 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请问夹的最小的角是哪一个角 我们有一个定理叫做小边对小角 大边对大角 所以最小的角呢 就在4的对面 这个4呢 我们直接可以用cos入来找 coscta呢 就会等于5个平方 加上8的平方 减去4的平方 再除以2 除以5 除以8 你按计算机分子 你就会算到73 分母呢 52得10 10乘8等于80 之后呢 再按计算机 73除以80 再按atcos 你就会算到这个cta 等于24.15度 好 大概是这样子 OK 再看第三题 以至函数fx等于x平方 加2x减3 gx等于3x减4 fogk gofk 那我们就看说 gk 放这个3k减4 进去这一边 所以3k减4的平方 加上2乘3k减4 减3 会等于这个 放进来这边 3个k平方 加2k减3 再减4 我们左边 我们左边展开 前平方 9k平方 减两个前程后 428 38 24k 再加后平方 446 2乘进去 6k减8 再减3 3乘进去 3k平方 加6k 减9 再减4 然后呢 全部拉去左边 你就会得到 6k平方 减24k 加18 等于0 每一项呢 除以6 你就会得到 k平方 减4k 加3 等于0 k减3 乘k减1 等于0 k就等于3 或者k等于1 very good 正确 第四题 如果 我的气氛 1到2 啊 我 我好像 弄了 我看弄了 这个2 所以要除以2呢 就等于3 那这里是1跟4 1到4 所以1到4 减去1到2的话 你就会得到 2到4 所以这边应该是 11 减3 等于8 ok 前面这里是等于8 后面呢 就会得到3x 带4进去 带2进去 4带进去 等于4 3 12 2带进去 326 12减6 等于6 8减6 就会等于2 好 所以这几答案是2 ok 很好 正确 再来不使用计算机 这个做法 我们的根号的前面呢 一定要有一个2 如果里面有4的话 我们就可以抽出来了 所以刚好除以4 你就会得到2 在外面 除以4得到12 那刚好这个12呢 那刚好这个12呢 又是4乘3 等于12 4加3等于7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 根号4 减根号3 大减小 一定要说大减小 大减小的 平方 再开根 所以我们去掉了之后 根号4 刚好是2 所以答案是2 减根号3 ok 所以这题大概是这样 ok 接下来看第六题了 第六题 4x加2的次方 减4x加1次方 等于192 所以这个呢 加2次方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 乘4的平方 这个加1次方 就是加1呢 我们可以拆成 乘上4的一次方 4是16吧 你把4的x次方抽出来 4是16减4 16减4就会得到12 你192除以12 你就会算到是等于16 16是4的平方 所以x就会是等于2 这题是正确的 比的部分呢 它告诉我 log底为3 5是等于x log底为3 2是等于y 那它要你用x跟y 表示这一个 问题是这个底的不是3 那我们第一步呢 就做一个换底公式 换底公式呢 就是log底为3 15 除以log底为3 48 他就直接 只会呢 就直接把这个15呢 拆成5乘3的 48呢 就刚好是2的四十方 16乘3 再拆变成加法 就是log底为3 5 加上log底为33 log底为33 加上这个4拉前去 4乘log底为32 所以这个是1 这个也是1 这个是x 这个是y 就会得到1加x 我习惯放在前面 1加x 除以1加4 就是你顺序 不要一直这样 不过没关系 都是对的 正确 第七题 一个等比数列的公比 是四分之一 首四项之和是170 请问首项是多少 我们直接套那个公式 首四项之和就是sn s4等于a乘1减4分之1的n之方 所以是四十方 所以1减4分之1 分母是等于4分之3 分子的话呢 你就会算到256分之255 然后呢 经过越减了 反正你自己去慢慢越减 算到a是等于120 这个是正确 过后呢 无穷等比 你好像没有错到吗 对啊 第二的部分呢 它要你找无穷等比 奇数的和 无穷等比奇数呢 只要你的r小于 你的r小于1 你就直接套这个公式 a除以1减r 你的a算到了128 你的r呢 是四分之一吧 所以这个呢 你就算到四分之三 4拉上去乘 得到512 除以3 无穷等比奇数 之和 没有算到 再来b的部分呢 它要你解这个方程 分数 分数的方程 这个呢 你全面 这两个不用去动它 后面你会发现到呢 英式分解 把负乘进去 把负乘进去 在英式分解 你就会得到x-3 乘x-2 之后我们直接通分 就得到x乘x-2 减去7乘x-3 就会等于这个15了 这个就乘掉了 x乘进去 x-2x-7x-21 15拉过来 x-5x-6 等于0 你就会得到x-3 或者x-2等于0 x等于3 或者是x等于2 为什么x等于3要reject呢 因为这种有分数的啊 你要注意你的分母不能等于0 你的分母有x-3 所以x等于是不能等于3 你的x有x-2 所以x不可以等于-2 但是2是可以的 所以只是reject这个3 然后正确 你要写经验算 经验算x等于3为真 跟x等于2为原方程式的几 要这样写了 OK OK 再来看第八题 第八题 他讲说AD怎么找 AD怎么找 首先我们想要找一下 到底AB的协率是多少 AB的协率呢 我们可以用6-8 除以8-2 所以是-2 除以6 对吗 那你算出来应该是负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AD因为跟它除以值 所以我们的NAD啊 就会等于 正三 他要找AD的方程 因为他有这个A点给我 我用点写是Y-8等于3×x-2 就会得到3x-6 拉过去3x-y加2等于0 然后呢他就问说D点是多少 D点只需要带x等于0 x带0y就会等于2对吧 所以这个D点就算到它是02了 OK 所以他只有两分直接带进去吧 那C点他又给说是2P 但是他又给这个直线方程 所以也就是说2P直接带进这个直线方程 应该就可以了 4乘2-3P-14等于0 这个是等于8 -14就会等于-6 3P等于-6 P就会等于-2 也就是说我们的C点呢 就是2-2 过后呢 你有A点呢是28 B点是86 C点是2P 2-2 D点是02 还有你找这个面积 你就可以直接用那个shoe-lace method 02逆时针 你就不需要有负了 2-2 86 28 再补回02 OK 然后呢 这个是0 622 8864 8864 6乘2乘2等于4 再减去4 再加回16 再减去12 减12加12去掉 加4减4去掉 64加16呢 刚好是等于80 80除以2呢 就会等于40 当然我又发现到有另外一个比较神奇的做法 因为这个2跟这个2的关系 代表说这里呢 我们可以连接之后 这个长度 我直接用8减2就会找到这个长度是10 过后呢 这边呢 这个高呢 就是2 就是2啦 对不对 从这个到这边 这边的长度是2 而这边的长度呢 我们又可以用6减2 就会等于4 那我就会有两个三角形啦 所以你也可以用1分之1 底是10 高是2 这是左边的三角形 加上1分之1 底是10 高是4 高是4 对对对 高是4吗 不是啊 这个是8 sorry啊 8减2是6 这个是6 所以乘6 然后呢 你就会这个月调 等于10 这个月调 3乘10 得到加30 加起来等于40 所以这个做法当然 不是这么多同学会观察到啦 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更加简单的一个做法 所以就讲解一下给大家听 好 第九题 以至sin alpha 等于5分之3 cos β 是等于13分之5 alpha和β 分别是在第二向线和第四向线 cos alpha加β 的值是多少 它分别是第二向线 所以我们画alpha在第二向线 3 5 那这个0边是负4 cos β呢 是第四向线 5 13 这样对边是负12 cos 呢 是sin 的导数 对不对 所以呢 只会呢 先算sin alpha加β 是多少 sin alpha加β 是等于sin sin alpha cos β 加cos alpha sin β 那就对这个 三角形 sin alpha 是3 除以5 cos beta 是5 除以13 cos alpha 是负4 除以5 cos beta 呢 是5 sin beta 是负12 除以13 你不要进行越减 然后很多同学看到5个越减 其实不要越减它 5 3 15 然后呢 4 乘12 乘48 48 直接加15 因为你分母都是5 乘13 OK 所以有时候呢 不越减 反而更方便 你就会算到 65 分之63 过后呢 cos 就是要倒数罢了 你再对调一下 变成63 分之65 是自己答案的 就是63 分之65 正确 这一个呢 要怎样做 只会一看到了 他就想到说 哦 我们有cos 有sine 他就设成这个 rcos l x-alpha 然后呢 就是cos cos 加sine sine 然后呢 对比一下 r是多少 所以最后呢 等于0 你这个去掉 r基本上去去掉 然后呢 等于0的话 cos 等于0 就90度 还有270度 所以再加这个30 你就会得到120度 还有300 但是啊 这个5分啊 我不晓得 他是可能他没有注意到 这种情形 因为如果是0 我可以这样做 我可以把一个拉去对面啊 变成负啊 我就会得到3cos x 等于负 根号3 sine x 对吗 因为还有 他是0 所以我拉过去变成 减 过后要怎样做 cos 拉过来 负 根号3 拉过去 就会得到tgx 对吧 还有3 除以负 根号3 我在进行有理化分母 我就会得到3 根号3 除以3 有一个负的 越减得到负 根号3 你在按计算机 负根号3 基本上就是 第二向线 和第四向线 然后呢 根号3的话呢 刚好就是30度 也就是说 第二向线的30度 就会是120度 第三向线的30度 60度 sorry 60度 180-60 等于120 然后呢 360-60 就等于300度 那这个做法是快很多了 所以你们要注意 如果对面是0 可以用这个做法 会更加容易 更加快 除非他是一个整数 那没有办法 你就要用这个 这个做法 设成R cos x-alpha 的一个做法 可能他还是要 这个做法的 5分嘛 毕竟 只是他可能 自己忽略了 他又要美丽的答案 结果他就放了0 但是你一放0的话呢 其实整个做法 就可以简化了 可以拉过去 再直接除 就可以得到更远 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题 第十题 PQRS 他的A 就是5.25 除以A 乘100 等于150 你就会算到A 是等于 我看一下你的答案 对吧 3.5对 然后呢 B的话呢 就是6.9 除以6 乘100 等于B 我就会算到B 是等于115 也对 C 所以8 乘100 就等于120 C 就会算到9.6 正确 这种题目 这个第十题 有这个提醒的 非常好做 非常容易 我努力大家 做到这个题目 然后呢 接下来B要用到115 然后呢 你就要乘这个全数 乘起来 150 乘52 115 乘4 105 乘1 120 乘3 加完起来 全数相加 等于10 再除以10 你就会算到1122.5 也对正确 B的小题 有不等式 这个 Zen有没有做到 有没有开到一页 有啊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他题目是这样的 2-X 乘1加X 大于4乘2X加3 左边展开 就得到2 加2X 减X得到加X 减X乘X 等到减X平方 4乘进去 得到8X 加432 全部拉过去右向 哦 没有 你全部拉过来左向 再乘一个负 把它变成 X平方 加7X 加10 因此分解 变成X加2 乘X加5 所以就是 复2 复5跟复2之间 小于0 所以正负正 它是这两个中间 所以你的解 就是复5 小于X 小于负 这里漏了一个负 应该是自己 不小心漏了 因为你的图里面 其实给我写到负 所以要注意了 不过整体来讲 是正确的 非常好 这份我讨论 都有点太快 比如问度 这里上 我是一个小时 因为我差不多半小时 要讨论完了 对 这份我觉得有点太简单了 一点的 有点太简单了 一点 OK 再来看一下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 它要你把整个数据 重超 所以这个十五 四十八 四十二十二 二十五 累计平数呢 十五超过来 十五加四十八 等于六十三 六十三加四十 等于一零三 一零三加二十二 等于一零五 一零五加二十五等于一零零 三组界呢 是二十九跟三十之间 所以做举定是二十九点五 三十九点五 四十九点五 五十九点五 六十九点五 以此类推 然后呢 这个呢 组终点呢 是二十加二十九 除以二 所以是二十四点五 三十四点五 四十四点五 五十四点五 六十四点五 Fx呢 就是我们的15 乘上二十四点五 得到这个 然后 以此类推 乘完出来 Fx平方呢 就是15 乘上二十五点 二十四点五的平方 乘出来 得到很大的数目 然后呢 最后想讲 然后呢 平均数怎么找呢 平均数呢 就是这个 summation Fx 除以 这个 summation F呢 是等于150 所以 6615 除以150 就等于 44.1 还有 C呢 它要你找中位数 我不晓得 为什么 它找Fx平方 没有要你找 这个 标准差 所以 照理上来讲 找Fx平方的 目的就是要找标准差 但是它这里 纯粹 这里找爽快了 中位数 150 它的中间就是75 也就是说 应该是在40到49 这边 我们就要用下组界 39.5 加上 这个F 这个是N除以2 75 减去上一组的累计平数 63 除以这一组的平数 40 乘以组句 组句是49.5 减去39.5 所以是等于10 你按计算机 就会等于42.5 中数的话呢 是这个48 这一组 30到39 这一组 但是呢 高中的话呢 我们就要号公司了 它是下组界 29.5 加上D1 D1呢 是这个48 跟15 之差 48 减15呢 就等于33 除以D1 加D2 这个D1 就是33 D2 就是48 减40 等于8 再乘上 这个主句时 最后按计算机呢 你就会算到37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我们再看一下第12题了 这个是最后题了 由于不够位 所以只会呢 就翻了下一点太多 所以它的Y呢 是2X立方减15X平方 加24X 减2 没有问题 然后呢 一阶为分 3拉下来326X平方 2拉下来15乘2 等于30X 加上24 再二阶为分呢 2乘6等于12X 然后呢 再减30 第二题呢 它就要你找注点 所以我们的这个 DY by DX 等于0 除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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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因式分解 你就会得到 X-5 X加4 等于0 所以X等于4 或是4等于1 如果4带进去 你的这个Y 你就会算到 是-18 一带进去你的Y呢 你就会算到9 所以这个点呢 是 其中一个点是 4-8 另外一点是 119 这个19呢 你看它Y值比较大 应该是极大之点 这个情形 没有断开的 这个function 应该是这样子来看 当然这个不标准 我们要再做二阶 因为二阶导数已经有了 那么它二阶导数 带4进去 算到正的值 正的值是positive的 开心点 笑点 所以它是极小值来的 然后 带 带这个 1的时候 你就会算到-18 三心点 所以它是极大之点 所以19是极大之点 4-18 就是极小之点 非常好 这里有三分 过后呢 回去看那个图 它是有Y等于3-X平方 还有这个直线是X-Y等于3 而X-Y等于3你可以整理一下 它就是Y等于X-3 所以我要找A跟B这两个点呢 你就用Y等于X-3 还有Y等于3-X平方 两个相等 你就会得到X平方加X-6等于0 因式分解 X-2 X-3等于0 X-2等于2 或者是-3 X-3带回进去2的话 就会得到X-6 X-2带回进去2的话 你就会得到X-1 所以也就是2-1 还有X-3 X-6 你再看回那个图了 当然A是在左边 所以应该是X-3 X-6 才是A B的话呢 就是2-1 OK 这两个焦点 过后呢 它要你找阴影部分的面积 那阴影部分的面积呢 就是从这个2积分到2 负3积分到2 然后呢 上面这个函数是3-X平方 减下去 下面那个函数 就是减X-减变加3 当然你会得到6了 3加3得到6 减在一起 直接积分 得到3次方除以3 2次方除以2 这个6再补X 再带2跟-3进去 最后算到6分之125 非常好 正确 有没有问题